李女士是个生意人 她和丈夫在海淀区马连蛙附近经营着一家酒楼 2010年12月18日下午4点半 她和平时一样在办公室整理账目 突然她收到了一条短信 但是呢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而且一条信息只有你好两个字 因为自己是生意人 平常交往的范围也比较广 难免有没有存下姓名的情况 所以她就很礼貌的问了对方是谁 可是她没有想到原来这个人竟然要对自己不利 对方在短信里说自己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李女士的酒楼 而且说不让李女士报警 也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主要表达的内容就是第一 自己是一个亡命之徒 我什么都不怕 我没有任何的顾忌以及牵挂 第二个就是我在你的酒楼里面安装了包裸章子 但是你如果给我15万 我就告诉你包裸章子的具体位置 你保证你的这个酒楼的安全 李女士想了想 自己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但是她也担心有人会找自己的麻烦 所以向了一个拖延之际 我说现在不在北京 在天津 要下星期二回来 对方说我没有诚意 让我晚上11点前准备好15万元钱 不然酒楼就保不住了 我没有理睬她 12月19号9点45分左右 对方又给我发信息 说让我准备棺材吧 我还是没有理睬她 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就此罢首 20日下午5点多 这个人给李女士打电话 让李女士带着钱去西四环五颗松北侧交易 如果不照办就启动爆炸装置 晚上11点多 李女士和丈夫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一起开车到了五颗松桥 并且给那名男子打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 一个矮个子男青年来到马路边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去给他钱 我们三个人一起上去 将他当场抓住了 他承认是他发信息 打电话威胁我 让我给他15万元 不然就炸掉我的酒楼 我们拿过他的手机 一看电话号码就是他的 李女士马上报了警 到了派出所之后 经过李女士的回忆 原来自己曾经见过这名男子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他又为什么要以炸酒楼 来敲诈李女士的钱财呢 开个玩笑 说实话 真的 我这个时候开个玩笑 也可能是一个为了开个玩笑 一个玩笑 让成那么大的悲剧 我觉得 我错了 这个人就是给李女士发信息的梁某 今年26岁的四团人 因为涉嫌敲诈勒索 已经在北京市海淀 公安分局看守所待了三个月了 可是他却告诉记者 他所做的这一切 竟然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剧本创作 体验生活而言 也就是为了一条剧本 因为我想完成这套剧本 有一套剧本里面就有这种过程 但是古代的 就有这种情节 怎么进监狱 在监狱里面怎么做人 怎么改造这些 梁某告诉记者 他一直喜欢写作 尤其喜欢神话故事 尽管梁某满怀激情 可是他并不具备文字创作的能力 但是梁某却一直信心满满 并且他还有一个得力助手 我老婆是大学生 因为我想得出来 他就帮我写 五年来 梁某在北京只顾着写剧本 拒绝找任何工作 仅靠着妻子一个月 一千多月的工资生活 可是他的投稿却屡遭拒绝 他说你的剧本不怎么好 因为没有剧本的地 没有写到这些 灯光设计或者画面这些东西 后来妻子的怀孕 打破了梁某的创作 她不得不出去工作 要不两个人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了 当时正好李女士的酒楼 需要一个销售经理 梁某看见招聘起事后就去应聘 可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 李女士并没有聘请她 直到2010年12月的一天 梁某接到母亲在老家生病 急需用钱的电话 当时捉襟见肘的她 想到了李女士 她通过原来应聘所得知的 原来酒楼女老板的联谊方式 给这个女老板多次的发短信 要求这个其支付15万元的这个金额 因为她声称自己在酒楼中安装了 这个威力比较大的这个爆炸装置 然后我就说 算了你自己说吧 你自己去决定吧 也只是真的说实话 也只是为了开个玩笑而已 你不就是你不给我 我也拿你没办法 梁某被民警抓获后 经过警方的仔细排查 酒楼内并没有安装什么爆炸装置 而这一切都是梁某虚构的 想起几个月前自己的荒唐行为 梁某用愚蠢两个字来形容自己 我对这个对我自己干的蠢事 很后悔 确实很后悔 和他交流的过程中间 他既然他在这个写作的能力方面 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天赋 同时也有一定的这个基础 他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正当的一些途径 例如投稿 或者说例如从事一些和写作有关的一些工作 获取一个相对可观的一笔收入 这样一方面能够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 同时也能够为以后实现更大的梦想 提供一个物质基础 我自己做出了城市 我失去的是我了 失去的是我的孩子 八个月的孩子 没了 原来梁某的妻子在得知他的事情之后 因为情绪激动导致了孩子的流产 在采访中梁某从兜里掏出自己在看守所里 用烟盒写下的一些感悟 都是他对自己愚蠢行为的忏悔 我只能跟我老婆说一句 希望能原谅我 出来后一定好好做 跟我们接触的时候 他的这个言谈举止相对还是比较少 但是给我最深入的一个感受 他可能的确是跟他的这个家人 很有可能是据他说是他的母亲 跟他的母亲的确是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孝顺的孩子 因为他当初反复跟我强调说 一定要注意保护他的这些隐私 不要让他的家人知道 他被抓的这件事情 以免影响他母亲的治疗 所以我觉得抛开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 这个人至少来说这份孝心 还是值得我们肯定 梁某说 希望远方的母亲一定健康的 等着他回去尽孝 很多时候很多年轻人为了这个 较快地实现自己的功名 实现一种较好的这种物质条件 他很有可能会走上歧途 所以这一点也是值得广大年轻人 甚至说不只是年轻人 广大这个所有的这个社会成员 都应该引以为继的一点 在看守所期间 梁某的妻子给他写了信 信中密密麻麻的文字 是爱人的点滴关心和牵挂 出来好好做人 踏踏实实工作勤劳挣钱 也写下了妻子对丈夫的希望 其实一个人坚持自己的兴趣 爱好和梦想是对的 但是如果以此为借口 逃避对家人的责任 甚至触犯法律 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接下来您要看到的第二个案子 一位处长赢得了多位女性的芳心 但是她的目的并不是感情那么简单 已步入中年的陈女士 遭遇了丧偶的痛苦 伤心寂寞的她 一直想找个伴侣共度后半生 几年前的一天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在地铁站遇到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名叫冯彦斌 是北京人 年龄和陈女士相当 而且这个人还是个事业有成的 成功人士 我把路上碰见了 就去跟别人去搭枪去 跟人家进行认识 然后让对方信任他 这个陈某呢 他自个儿呢 也是确实 账不去之后 一个人生活 也需要有一个人能够陪他 冯彦斌自称在中石化工作 是位处长 他跟陈女士边走边聊 顺手给陈女士买了些水果和蔬菜 见谈风趣又体贴关心人的冯彦斌 一下子打动了陈女士 没过多久 冯彦斌便住进了陈女士的家 陈女士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 可以托付后半生的男人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陈女士的丈夫去世啊 他这个丈夫原来所在的单位啊 有一些什么叫企业改制 有可能有股份 冯彦斌呢 就骗这个陈女士 说这个 我可以帮你争取到这个企业的改制的股份 陈女士很信任冯彦斌 认为他有能力办事 根本没有多想就拿了几万元钱 让冯彦斌帮助自己 他就跟这个陈女士讲啊 去税务他王福单位 给他补偿 过了几天 冯彦斌果然拿出了三张股权证 交给了陈女士 他说那是陈女士丈夫的单位开具的 可是没过多久 陈女士就在自己家的沙发底下 发现了一枚丈夫单位的工章 原来这是冯彦斌司客的工章 他当时有一张股金的帮 他的股金帮 股金帮 不是我给他 你人所张的 不知道 实际上这企业根本就没有发现过这种股份 他自个儿又做了一些什么股权认证书啊 股金交纳证书什么的 拿来给 给这个被害陈女士看 三个月过去了 冯彦斌从陈女士手里借走了八万多块钱 陈女士似乎有所察觉 他坚持让冯彦斌给自己打了欠条 可是后来陈女士竟然找不到冯彦斌 这位处长竟然消失了 那么这个冯彦斌到底是不是忠实化的处长呢 他为什么会突然失踪了呢 就在陈女士还没有找到冯彦斌的时候 冯彦斌已经迅速的又找到了另一个新婚 孟女士 都是发现这个社会上有很多 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 离异的 然后通过一个婚姻介绍所 来取得这些单身女性的资料 来跟人家以谈恋爱为名 来得骗取其人信任 孟女士是2009年1月通过婚姻介绍所 认识冯彦斌的 当时冯彦斌在婚介所登记的身份是 中国石化有限公司的处长 自从通过婚介所认识了冯彦斌 孟女士就被冯彦斌的甜言蜜语所蒙蔽了 冯彦斌说 她可以直接从油田买来原油加工 但是她没有启动资金 孟女士慷慨解囊 四处向亲戚借钱 甚至卖了自己的房子和弟弟的汽车 给冯彦斌凑了上百万元 冯彦斌还向孟女士承诺 以高额的利息回报孟女士 高息借款的方式骗人钱 你借我一万块钱 我用七天 七天之后 还给你在百分之十的利息 一开始给利息 然后给了 后来开始说 给你利息的时候 钱我给你拿了 这是利息 要么你别 要了 我都给你滚在本金里头 这样下回利息还高呢 等到最后 一下从人家 写这条 高息借款 写几十万 孟女士一直没有发现 冯彦斌的谎言 直到突然有一天 冯彦斌失踪了 孟女士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可这一时 孟女士已经被冯彦斌 骗走了 两百八十余万元 孟女士不知道 去哪里去找冯彦斌 最后她上网 搜索冯彦斌的名字 结果却让她出了一身冷汗 后来找不着她了 一查查冯彦斌 上网一查查冯彦斌 然后网上有她的新闻 原来冒充什么朗坤 马国立这诈骗的新闻 上有她的照片 一看 那个这照片犯 冯彦斌就是我认识的 冯彦斌 这样呢就报警 原来这个冯彦斌 因为诈骗 曾经多次被判刑 2000年冯彦斌冒充 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主任 马国立实施诈骗 2006年冯彦斌冒充 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 戏曲音乐部主任郎坤 被东城警方抓获 他的历史可谓是 劣迹斑斑 都是利用啊 这些人 这些名人 正在制作节目 一些社会上的人员 演员或者社会企业家 想通过这个中央电视台 这样一平台 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他趁而利用大家这种 想偷取小律的私礼 来骗取别人的财产 今年47岁的冯彦斌 只有小学文化 一直未婚 1996年7月 冯彦斌因诈骗某单位 两个电瓶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001年4月 冯彦斌因诈骗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006年 冯彦斌出狱后不久 又因诈骗再次被判刑 直到他认识陈女士时 他才刚刚出狱没多久 冯彦斌的骗术 可谓是五花八门 在欺骗陈女士 孟女士的同时 他还声称可以买到 低于市场价格的加油卡 骗取了另外几名受害人 我现在除了在这个 央企业中式化工作之外 我还自己私下干点活 干点生意 我能够拿到原油 拿了原油之后 我再给他运到什么 燕焦的那些小的炼油厂 在小的炼油厂炼完了 炼成了汽油之后 把这汽油放到 中式化销售系统里头去 去卖去 然后他就能从中式化 我能从中式化的加油站 拿了比市场价格 第一块钱多的加油卡来 冯彦斌说 自己可以拿到比市场价格低的加油卡 如果买来三千块钱的加油卡 实际相当于四千块钱使用 很多受害人都动了心 头几次买的加油卡 的确是便宜了不少 前期啊 冯彦斌给这些受害人的加油卡 都是数数对 等他上了当之后 冯彦斌先期给他的真的 等被害人都上了当之后 拿了被害人的钱之后 再给他加油卡 就一分钱没有了 或者是就那么几块钱 2010年11月16日 冯彦斌被罚警带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 这是他人生第四次因为诈骗被提起攻击 他似乎是个骗子专业户了 我确确实实了前几次都是诈骗 犯罪了 但确实没有那么多钱 就是想说这么多 确实没有骗那么多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 第四次实施诈骗 冯彦斌瞄准的对象 多为5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 在2008年3月到2009年6月间 冯彦斌自称忠实化的处长 以男恋爱 购买股权 倒卖加油卡 高期借款等名义 骗取6名受害人 共计470余万元 根本没有你忠实化的名义 人冒中处长 法庭上冯彦斌一脸委屈 他说致是借钱并非诈骗 那为什么相信你会比银行 还有保证能给他 保证本金并给他支付利息呢 这东西我给他吸了 所以我没有必要跟您辩类 您认定我诈骗的就是诈骗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审理认为 冯彦斌在刑法执行完毕后 五年内再次犯罪 属于累犯 应当从众处罚 经过审理 二中院以诈骗罪 判处冯彦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据调查 冯彦斌的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涉案的470多万元 至今下落不明 冯彦斌他不跟我们交代他自个儿这些诈骗所得的去向 你一问他钱去哪了 他就会说这些钱我一分钱没拿着 都给他们这些被害人了 据公诉人讲 本案中的一些受害人确实是因为虚荣心而上了冯彦斌的当 像本案中大部分这些受害人可能想到的是一个忠实化的处长 不但是央企而且是有职位的 他的收入肯定也不低 他将来的发展前途也很光明 跟他在一起生活可能衣食无忧 出人头地 又有社会地位 虚荣心和对物质的过多追求和看重 就会让人的在判别能力上和感情上发生偏差或疏忽 冯彦斌多次因为诈骗被判刑 但他在接受审讯时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在骗人 可能他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 真的是把自己当成处长了 不过冯彦斌自己可能入戏了 但是那些受害人当初如果能有点警惕性的话 完全能够识破这个骗局 接下来又请本期嘉宾周宇峰律师 对今天的案件进行分析和点评 周律师 这个冒充忠实化处长的这个案件 怎么那么多女性会上当呢 其实按说她只是一个小学文化 难道她的言谈举止就看不出来吗 骗子固然她有一定的本事和一定的假冒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她要促成一件事情确实被骗 她可能只占到40%左右的一个功劳 那那60%是受害人 被骗人 被骗人为什么呢 因为她心里有一种需求 她有一种渴望 而这个骗子呢 正好迎合了你这种需求 对 她就一拍即合了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在网上下围棋 那么有一天呢 那个网络上就出现一个告示 就说你登录这个网站 你中了大奖了 送你一代笔记本电脑 还送你多少多少钱 但是呢 你必须得去银行里 去给我汇多少多少钱 就是这种太多了 但是我那回是真的就行了 我当时呢 还给那个电话打了一个电话 是一个很外地的一个口音的人 在回答我的问题 我仍然没有反应过来 我去了银行 然后那个银行的那工作员提醒我 说你认不认识这个要汇款的对象 我都到这个地步了 这个时候我想不对 我说我还是应该核实一下 我就专门给那个网站的那个网管打了个电话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搞过这种抽象活动 您这当律师的呢 我都差点被骗了 别说普通的老百姓 所以我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女性也好 她有自己的识别能力 那么这个骗子也好呢 她是小学文化正常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看这个东西 完全能够看得出来 这就是骗子 绝对不会错 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 你要迎合当局 我比如说我是一个 四五十岁的一个离异的女性 这个时候呢 突然来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处长 我愿意相信她就是我的一个梦中的一个情人 其实受害人自己就制造了这么一个梦 一个光环就照在她身上了 这个时候呢 她哪怕露出破绽了 但是她宁愿相信 哎呀 她就是怎么怎么样 她会给她找无数个理由给她顶过去 就一夜遮捕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第一个案子 您觉得这李女士在受到威胁之后 她采取的处理方法得到吗 比如说她是和她的丈夫还有朋友一起去开车去 拿着钱去赴约 当时是把这个犯罪嫌疑给摁倒了 然后才报的警 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骗 他到底有没有装大弹 他旁边有没有人在配合他做一系列的犯罪活 你不清楚 其实当时他是冒险的 如果你们这三个人贸然去了 没有警方的支持的话 如果对方真是一个团伙 是一个犯罪团伙 你怎么办 他可能真把你打了 所以说这个女士的这种行为 我们是不提倡的 就是你不要以自己的身份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对抗这种犯罪 你应该 无论您在经济生活中 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 都可以拨打免费律师服务热线8839 3849 您将得到专业的法律帮助 年过六十老夫妇坐上被告席 原告竟是亲生女儿女婿 小姨子当庭情绪失控 老人为何开口索要十万不偿金 经济发言下期播出 破裂的亲情